歡迎來到IT HANDY GUIDE TUTORIAL 我是Kevin 在這個Tutorial我們要來討論 針對Intellisense的這些外掛 你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主要有兩個外掛是要跟你介紹 一個是PHP Intellisense 另外一個就是 React Intellisense 我們要先安裝的是這個 PHP Intellisense 所以我們就先來到這個Facial Studio Code 在Facial Studio Code這邊打開之後 它其實有一個Filter 這個Filter可以告訴你 所有Language的這個外掛 我們先教你怎麼樣去看這個Filter 你可以來到上面這個地方 然後選這個Filter 這邊可以選Category 你可以選的是Computer Language 它就會顯示所有Computer Language的外掛 OK 所以在這邊呢就會顯示 比如說你是Python 那你就可能會install這一個 然後你是PHP 或是C-Sharp 你可能就install這一個 主要就是看你是什麼樣的程式語 那就是去安裝什麼樣的東西這樣子 好然後呢 如果你是使用Fu的話 你可能就會用這個Extension 那其實主要呢 就是有這些Extension 那其中有幾個 比如說像如果你要寫PHP的話 那你就使用這一個 那就可以把它install 就它啦 好 你就直接install就好了 然後那當然你也可以做一些設定 那所有的Extension的設定 你可以來到這裡 setting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Extension把它打開來 它就會在這個地方顯示所有你目前的Extension 然後就可以在這裡面做一些設定 OK 好 然後那這個PHP IntelliSense呢 是會用到的 就是如果你有在寫這個PHP的話 那另外還有就是Re-Add 就是如果你有在寫Re-Add的話 那就是要install這個Extension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啦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要install哪一個 那這個都還蠻有名的 你就直接把它install起來就好了 我看一下 對啊 是同一個人 OK 這個時候我要確認一下作者的名字 OK 所以這裡就是所有跟程式語言相關的這些 這些這個外掛 然後那你就是看你需要什麼程式語言 就去把它下載下來就行了 好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